那接下來這題的部分就會比較跟剛剛大家手上傳閱的那個報紙 關於就是這次茉莉花革命從去年一直到今年的狀況 那這個就是當時1月25號現場的真實的狀況 那我當時就抱著一種要跟愛奇人同在的心情 因為愛奇人給我那麼多的愛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走上街頭 那當時很奇怪的是我的鼻子還有我的眼睛 那時候就失去了那種感觸覺跟那種嗅覺 就是瓦斯槍一直射過來但是我完全沒有覺得有瓦斯味 對就突然多了一層防護罩 我就跟著他們就這樣前跑跑跑 跑到晚上7點就整個廣場全部都是煙霧的時候 我才感覺到瓦斯彈就是瓦斯的威力 那時候我才跑回家這樣子 那當時整個現場的時候人民就是用石塊啊 然後用槍啊 警察用槍然後攻打人民這樣子 那我就是跟在人群的保持安全距離這樣 如果真的打過來的時候我還是要逃跑嘛 不然的話我這樣子會對不起我的家人還有我的組織 不然他們我就這樣接下來可能也沒辦法去紀錄這樣子 所以還是有保持一些去紀錄這樣子 那其實簡單來說愛奇的一個問題他們就是想要追求一些自由嘛 爭議跟麵包 那在最正最正重要的那個愛奇字就是民主的意思 是在愛奇化叫Democrate這樣子 那我記得當時所有的朋友他們就是為了這句話 然後大家一起上街頭的抗議 希望說愛奇可以變得更好 那將近從2021年1月25號革命之後 每一天不誇張 每一天由數百人的遊行到那種數萬人的遊行 每一天都在街頭上面發生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你參加完革命 然後你希望國家會來更加的平衡或社會更加的好 可是你每一天就面對人民就是根據自己的那種訴求不滿 然後就上街抗議 其實愛奇真的很難的變得更好 他也種下了就是這一次為什麼二次革命 人民就是又再度的更多的人走上街頭抗議的原因 因為人民的他們的訴求還是不能滿足嘛 人民的薪水沒有增加人民的為了要去加油 然後每天就是一早就去加油站排隊 然後又補不到油 然後就看到軍方的坦克車、警察車隨時都加滿油 然後在街上逮捕人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說這次二次革命 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過去新的政府 他並不能夠真的去解決民生問題 反而他就是一直把權力都往身上拿 他一上任就是把政治權、軍事權跟參政權 就變成獨裁這樣子 那對於愛奇人像這張照片 就是當時在慶祝穆巴克下海的畫面 那如果你今天換了標題說慶祝穆基下海也不誇張 因為畫面是差不多的 就是全部人都在裡面 然後大家就是很高興覺得他們成功了 但真的成功了嗎? 其實我昨天跟那個穆罕默德就熱血 我就問他們說這次二次革命真的成功了嗎? 因為在媒體大家覺得三天 三天新的總統就被拉下台了 那這樣不是代表說人民真的 只要有什麼問題他們就上街抗議遊行 就可以把一個新的政權拉下來嗎? 然後就說並不懶 因為軍方他現在就是為了要控制 就是倒下的那個政權 然後為了要讓民眾就是能夠follow軍方的那個意見 所以他們就開始屠殺那些支持那個穆西的 就是剛拉下台總統的那個民眾 所以現在整個埃及就陷入那種比革命 第二次革命的時候還要更長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在埃及現在就是幾乎除了是擁護埃及的 埃及穆西總統的人會上街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敢再上街 因為你只要一上街迎接你的就是子彈 就是他們就把你視為就是你是擁護 和穆西的那個救黨女犯 那這邊我覺得我在這次革命看到很多 也是關於女性的一個主權 像這三位就是他們在埃及唸中文戲 然後因為在革命期間 他們就抗議政府的一些問題 他們就用中文去寫 那最旁邊那個阿拉伯字母 從左到右就是代表佩莉的 就是代表說女性跟男性是一樣的 那過去在埃及你都是看不到的 那革命之後女性的一個主權是慢慢出來的 所以我也一直很期待說 在革命之後其實女性的一個被騷擾的問題 她是可以慢慢受到重視這樣 那過去埃及其實他們有沒有所謂的志工 尤其是大家都顧不好自己的飯碗 還顧別人對不對 那在埃及革命之後其實慢慢的人 大概知道說其實大家透過一起互助 幫助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所以有越來越多的那些清潔志工啊 或者是搬王志工然後就鼻子幫忙 那那時候我也到亞歷山大的時候 逃難的時候也就帶也就下去跟著那個 我的埃及朋友一起去掃地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在革命的時候很多的那些年輕人 他們被屠殺嘛 那他們就會在解放廣場然後設立帳頭 然後就是抗密這樣子 那這邊有部分是在講到說埃及的一些 革命之後有很多的街頭藝術都出來了 如果你們現在帶到的埃及 你會很驚訝整個解放廣場 全部都是裝置的藝術 還有很多的紀錄那些革命的一些畫面這樣子 好 那中間那位仁兄就是我剛剛開頭的第一位 叫做我的老闆嘛 那他就是也在這次革命 他也就再從加拿大回來 然後就發起那個 就是二次革命的一個重要人物質 這樣子 那我覺得總結就是今天的一個 從書的分享帶到說我在埃及的生活也好 或是關於目前的這件事情 是我覺得照我看來 埃及其實是一個沒有金字塔的埃及 因為在埃及的觀光客 那些的利益 金字塔的利益都是落入政府的口袋裡面 人民其實只能看 但是他們享用不到 所以我覺得人民的快樂其實是來自 我剛才一道達的分享 大家很幽默 那這兩年的革命 雖然讓他們就是很沮喪很悲慘 但是他們真的沒有放棄 然後抱持了希望這樣子 那我覺得很感動的是在埃及的時候 我記得我要離開埃及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埃及一定還會有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甚至更多的革命 因為埃及不可能在短時間內 就把所有的這些腐敗的政策 腐敗的制度 這些腐敗的人權壓迫的那些問題都解決 所以必須要透過不斷不斷的抗議 跟不斷不斷的就是 釋出人民的聲音 讓政府知道說 我們人民要做自己的主人 而也不願意再接受西方的那個施力 像當時前幾天就是7月3號 沐西下海那一天 埃及人就跟世界說 尤其是跟美國人說 就說美國總統奉巴馬先生 你在埃及廣場完全是赤裸裸的 因為我們知道你在玩什麼法系 我們絕對不會跟你配合 我們要做我們自己的主人 我們不要再聽信於西方的施力這樣子 對那我覺得我一開始 後來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不會再想念埃及 因為想到埃及就是騷擾 想到埃及就是很多的那種壓力 雖然有很多很愛我的家人 但是我覺得回到台灣這一年來 我覺得我的很重要的感受是真的 他們那種埃及人的幽默 尤其是在面對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們不忘記去不是遮掩的方式去表達出來 甚至是用一種玩笑話 然後去解決他們對於生活苦難的那種感受 那這張就是最後 那個在埃及革命 二次革命之後 十大推特 十大推特的那個經典畫面 那當時就將近有將近上千萬的人 然後估計網路是說一千六百萬的人 然後走上之後 我曾經有置身在這樣的那種人群裡面 是真的完全是這樣子 就這樣移動的 因為完全所有的人都出來了 然後人家也不會操勞你 因為大家就是同樣的目標 那就是要總統下來這樣子 那希望說這張照片 也就是獻給今天在場各位的朋友 那就是不管是今天在台灣在埃及 就是努力可以為民主奮鬥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有什麼問題嗎 你像我講太久了 對 國際大哥 講得不錯 講得不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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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